英文讲的就像外国人 这个人声音跟我一样 从长相表情到肢体嘴型全都是我的 但其实我本人从没讲过这些话 现在我们就来还原这是怎么办到的 对着手机镜头讲两分钟的话 录下来后上传到AI应用软体 这时候从外貌到声音 AI的我就生成了 只需要输入文字 他不是 是我就能照稿讲出来 连手势都能搭配得上 影片出来之后我们要让他讲什么 我们就输入文字 这是我的克隆人 也就是复制人 复制你的声音 然后或者是你的某个嘴型 现在生成是AI 不只是文字 就连声音跟照片都可以生成 如果要从A的声音移到B的身上 也是同样道理 从新闻片段截取主播的声音 套在另一个人的影像 风险的话就是看谁去用 我们都是人 所以只要是人拿这个工具 去做不好的事情 或是做诈骗或是做假的方面的话 那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风险了 类似的技术已经被用在行销工具上 那商业上有很多 像最近端影音很红 那端影很红 其实大家就会想很多的剧本脚本 然后拍摄很多端影音 那像甚至很多的企业老板 都想要拍自己端影音的IP 可是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像我们公司的老板可能都很忙 没有时间固定每个礼拜 花很多时间来去拍这些影片内容 然后来去制作 像我们述程在 很常在医美的产业去做这些的应用 因为有很多的医生 然后希望可以拍端影音 去介绍他们自己诊所的服务 可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因为医生在做手术等等的时间 都很很宝贵 所以我们就会帮医生来去拍 这样的端影音的影片 复制他的声音 去做他的声音的训练 让他们每个诊所的小编 可以用他的声音 就可以打出他们的内容 不只是这个软体 OpenAI日前端出新研究成果 只要短短15秒语音素材 就能生成与本人声音相似的工具 这项技术名为语音引擎 医学上其实也有很多 他们本身是失去声音的人 他们也有透过这个方式来去做 有点像是提供他们一个方式 来拥有回复他们的声音 教育上 就是也是以往可能不太会透过 像是真的是电脑 或是机器人的方式来教学 但如果现在有一个真人的声音 要搭配所谓的容貌 跟所谓的影像 其实这个东西也会提升 所谓的教育的一个水准 这个轻松帮别人说话的技术 让OpenAI决定在正式推出前 思考如何避免潜在风险 语音生成一旦遭到滥用 尤其被用在诈骗上 后果将不堪设想 像这些东西是所谓的AI 或是一些技术深层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边也目前也是 很多公司应该现在也都 机器在研究说 如何去做一些 有点像反工程的方式 就是透过反技术的方式来去做到 一个声音过来 或是一个影像过来 它是否有可能是味貌 或者是假的 像这样子深层的东西 其实你真的去关注去看的话 其实它会有很多影像跟声音的瑕疵 那像是现在的话 你快速的一直跟它对话 其实它可能没有办法来得及 快速的反应你 那像这种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怪怪的 那影像上也是 比如说它头发飘动的方式 或是眼睛的方式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那这些都是一些可疑 然后还有包含它讲的内容 跟说话的方式 为了防止滥用OpenAI 为所有生成内容添加浮水印 追踪使用方式 推出禁止名单 防止知名人士声音被利用 越来越逼真的 深层式AI技术 社会必须拥有更强大的抵御能力 TVBS新闻陈佑 我们好与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期访问 明镇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您下期再见